李立秋不仅实现了梦想 还把走街串巷的杂技带到了电视上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还参加了2015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还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有人羡慕李立秋能够荣登春晚 但是她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 又有几个人能够承受呢 从普通的草根艺人 变为万千瞩目的央视春晚明星 其实靠的就是李立秋的这股子韧劲 同样是这股子韧劲 不仅让李立秋收获了众多的荣耀 也给她带来了一生的遗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当年就是因为李秋这个 自然豪爽的演唱风格 一下子我记住你了 真好听 好像又把我们带回到春晚当中了 对 我听说你好像没读过多少书 但是你刚才唱的又这么自争腔圆 这些歌词包括乐谱 你以前学过吗 没有学过 我从小就没上过学 那都是自学的是吗 这一切 全准自己的记忆力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很开心了 会这么多记忆 然后又能够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我化妆的时候注意到了 脸上有一个疤对吗 这是起码摔的 为什么人家小姑娘都穿裙子 我就不敢 我浑身腿上全是伤 其实这个吧 也过去那么多年了 也不想说 一说就好像心里那 又又又跟刀子扎的是一样 有过一次严重的落马 这是轻的 刚才我不说我最大的遗憾吗 什么遗憾 有一次骑马的时候 从马上掉下来 就是那个红牡丹凳里藏身 马倒了 它是春天的时候 地上下了一层雪 马滑倒了 马倒了以后 这个东西 它不是套着有个东西吗 那个东西 那个凳子呢 但是是套着半截的 它一倒就全套进去了 套进去以后 你没有办法脱身了 脱不出来了 它马一倒 跨进去以后 整个这个绳子就拽着掉 你怎么越拖是越紧 人就要上去抓住这个马 它就一看要抓就惊了 所以带着我就 哗哗哗就跑开了 那时候你几岁啊 22岁 那时候对女人来说是 最爱美的时候啊 是 我从小也没有美过 反正从小你看练钢啊 这砸得破破烂烂的 头破血流的 这是经常现象 那一次的最后有多严重 最后就叫马从身上就踩过去了 踩过去以后 就他们说当时那个 就是顺着腿就往下流血 就是把我送到医院里边去 到医院里一检查 然后两侧的这个 出篮管全部踩坏了 那也就是说 你一辈子就不能生育了 我想一个女性 她在台上 无论展示了多坚强的一面 让我们看到 她多有力量的一面 但是面对容貌的这种打击 特别是做母亲的这样一份心愿 被折断了 我想那个时刻对你来说 应该是天昏地暗 晴天霹雳啊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挺瘦的 就是通过这两次 一次大手术以后 打激素 一天天就都胖起来了 虽然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来也瘦不下去 也挺难过的 那个时候你已经成家了是吗 那时候我刚刚结婚 那么对一个女人来说 一辈子不能做母亲的话 那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你的丈夫理解你吗 那时候我才刚结婚八个多月吧 从那次手术完了以后 以前的那个老公就 是要给我离婚 你觉得在你最艰难的时候 他离开了 对 他给我带来的创伤 也是很大很大的打击 就是好像一个大石头 就突然间就砸在我身上 就爬不起来的那感觉 男人不管怎么样 面对这一幕 毕竟是你的妻子 这是一个意外 是需要负责任的 他知道你此刻最需要什么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给你雪中送炭 结果他给你雪上加霜了 实际上上天 似乎是给了你一巴掌 但是是在成全你 只有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 你才能够看清他 你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人 什么人能够真正陪伴你 而且我知道今天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是的 今天丈夫也来了 对吗 你掌声欢迎他